考试的时候只有题本 所以题本如果你可以把上面的 上面的需求转变成什么转变成 Source source code的话 那其实你就很快可以轻松切意的打出来 基本上这一题因为是三角形 三角形编长判断 所以基本上他这边有一些题目要求 要我们输入什么三个参数 所以基本上你的脑袋里面就三个参数 就要传三个参数的话 所以你会想说那我要去三边不就要 宣告三个变数去接这三个变长 所以你脑袋里面就假设ABC好了我就宣告三个变长 那你再去看一下这三个变长 他也没有要小数点 如果有小数点用double 如果没有小数点就用int 大概是这样的宣告 接到以后的话呢 他会有一个什么判断 那判断什么判断变长 也就是说他这边底下有什么 如果参数不为三的话 那就是显示错误讯息 OK所以显示什么错误讯息呢 这边有一些提示 所说 这边有一个 就是参数错误那么三角形的边长 什么呢要有三个参数 等等的这些讯息 如果是三个参数的话 那我们就是怎么去做多重判断 那判断的条件在这里 第1个条件是什么呢 if A等于 B 而且 B等于C的话 那就什么 等边三角形 其实就是正三角形 对不对 然后其他就是这些 那 跟各位讲一下反正 你就照这个方式逻辑去写出来 然后if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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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最后把结果秀出来 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基本上 答案都在上面 只是说你懂不懂得去 第1个 他需要的变数 你有没有宣告出来 第2个判断 逻辑 那ok那再来的话 你程式其实脑袋里面就要 我要怎么去写 所以基本上 我们第1个就参数 那我写完的 部分给各位看一下 那因为前面我们 要接那个 有没有 要在 按右键去设定那个 argument 很麻烦 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 如果 我们要去产生 argument 其实还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呢 因为他是一个正列 我们后面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string 然后呢再带进 三个数字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等同是怎么样 我们去设定 也就是传参数 将来你再把这一行给 注解掉就好了 Ok 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不然的话你每次都要去修改 尤其这一题 光要 修改的 编长很多个 所以你要去test的时候很不方便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在arg 等于什么 new一个string 然后呢 后面给三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题目里面 第一个要求是什么 判断是否三个编长 就是 是否传入的是三个变 三个参数 那三个参数要怎么判断呢 如果arg 的什么呢 lag 有没有 他如果等于3的话 那表示是对的 不对的话呢 else 所以他会这边给底下有个else else 那就是输出什么 参数 什么数量错误 然后呢 什么三角形 总编长因有三个参数 那就秀出了 对不对 一负 什么条件 下面是else 这个结构应该知道了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是处的话 如果是三边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再来到这个第一个就是 先判断 他的编长是否三边 再来的话呢 取得三个三个参数 那我这边的话呢 可以宣告什么 宣告 三个变数 abc abc的话呢 分别宣告为double 所以在这边宣告double 三个 然后呢 利用后面的 这地方 用value of double.value of 去接吗 那因为有三个的话 分别0 12 这是因为是一个正列吗 012 然后丢给abc ok 所以三边就接到了 那三边接到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一负 那 我们不是有好多个条件 对不对 这个对应到这个 这个输出结果 那其实答案都在哪里呢 讲义 就是说在那个题目里面都有 等边三角形 一负 a等于b 而且 b等于c 那你要怎么写呢 其实这个判断是 特别注意啊 就是a等于 那这边记得用两个 等于等于 and 连极是and and 然后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什么 第一个逻辑判断 那输出什么结果呢 就是他给我们的输出结果 对不对 应该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再来alc 那第2个就是说什么 a平方 那 再来就 等腰三角形 再来是 应该是等腰直角形 如果第2个是等腰三角形 那也是一样 a加 b 大于c 而且a等于b 你就是a 是有第2个条件 那第3个条件是 a 这个2特别注意啊 其实他这个地方 题目我不知道你们将来如果 会不会 会不会有那个那个 就是说 有有定正过 因为实际上 这个应该2不是写在这里应该在上面 a平方才对啊 应该等腰直角三角应该是 a平方 加 b平方 等于c平 c平方 而且a等于b的话 那应该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ok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平方才对 那什么叫直角参加 a平方 加b平方 等于c平方 是 就是 那 平方的表示方式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a乘上a 就是平方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呢 mess 点 paw paw 就是前面我们有讲过 然后怎么样呢 把a 他刮糊 mess点paw 那你就 把第1个参数给他是a 第2个参数 给 d0.2 那就是平方 所以mess点paw 两种方式 那分别把这些通通都做出来之后 那我们这边就就把 这个判断式判断完 那就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是哪一种三角形 那其他不存在的状况是a加b大于c 所以这里的话 就是l 那分别我就是在这个地方 把刚刚的条件 把它写成程式的话基本上就是 等腰直角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顺序可以颠倒 其实 先他那个题目给我们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是上下可以颠倒 然后再来直角三角形 a乘上a平方 乘上b平方 等于c平方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 直角三角形 对 然后顿角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 那三角形不存在 有没有分别 那就是else 反之 然后呢 就三角形不存在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判断逻辑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先判断什么 他的参数是不是等于3 如果是的话呢 就执行 把 三个边的参数带进来 对 然后再分别 按照题目的要求 分别判断等边 等腰 等等这些三角三角形 那最后呢 再把结果秀出来 所以基本上 如果今天 要test的话 各位特别注意 明天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把程式打好之后 要怎么样test 基本上上面不是有什么 这边 3333 或者33 我们先从333开始 333应该是等边三角形 所以你可以 test的时候呢 用这个方式 传进这个参数 3 3 3 这样不会比较简单 不然你将来要test的话 你怎么test的话 那每次要改 浪费时间 你才一个小时而已 一集只能半个小时 虽然不算少 但是 其实很快时间也到了 有没有 等边三角形 那第二个是说你可以再输入 第2个 335 680 所以335 680 335 那335应该是什么 335 执行 你看一下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就出现 这个应该是等腰三角形 对不对 然后呢 680 6 680应该是什么三角形 执行起来 OK 看一下 这是直角三角形 那一样的方式 反正各位就是利用什么 参考结果 看看有没有 跟他跑出来都一样的话 那跟各位讲你的分数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看完这个之后 test完毕之后 再来就是评分项目 每个全部在review过 那我想 你这个分数应该就是已经铁定的 很稳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考试嘛 反正不外乎就是要拿证照 不然你干嘛考 不然浪费时间 浪费钱 所以 利用这个方式 就可以循序的把它做出来 那等一下我再把画面提供给 就是我做出来的画面给各位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参考一下 那当然作答的方式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 像网络上各位搜寻一下关键字 应该有别的 这个分享 不过他有些是写成方法 有的写成物件 其实这种这种这种考试说真的啦 他只是要你结果对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搞那么复杂 有的还有 try cash包覆或怎么样 其实说真的 那个部分程式 你多加没有没有加分 反而可能会被扣分 因为我题目没讲说要叫你做这一件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做呢 所以有些老师可能会觉得说 你这个有点像什么 叫做 你要表现很厉害吗 或者是 但没有加分反而可能会被扣分 我想说 我这里又没有叫你做这个 之前还有同学是说 老师这个有些这里面 那个问题里面有错误 好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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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